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后来陈凯哥导演才想起请你编梅兰芳吗 编剧是06年开始了 还得说陈凯哥导演有先进之名 但是我一看说你编剧 我就觉得这个梅兰芳肯定值得一看 是吧 徐老师其实请您来徐老师动议的 一肚子问题想要跟你聊聊梅兰芳呢 因为我刚看了梅兰芳 我在香港看的 看完以后坐飞机的时候就看到一篇评论 在飞机上的杂志上一篇评论 他大概就是说陈凯哥 什么有名的导演 严格林有名的作家 他们的联手 什么翘首盼望 什么什么诸罗茨类这样 是啊 那所以一下飞机就说 那么聊梅兰芳应该找编剧啊 梅兰芳 你方便谈 比如作为编剧 你自己看到这个成片之后 你的感觉吗 当然我每次看我自己的东西变成画面了变成电影了 我都是觉得是非常吃惊的 而且基本上就是全身心投入去看 该哭的时候我也跟观众一块哭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作品出来也是 反正是让我 完全 对对对对 我自己非常非常感动 你看 现在我发现大导演呢 都爱找咱们格林姐姐 听说张艺谋 正在筹拍什么金灵十三差 是不是十三差 金灵十三差也是找你编剧 对吗 他的很多作家羡慕他 第一呢 前一个阶段呢 他的小说呢 老在台湾得大奖 奖金都很高 对不对 现在呢 他的小说呢 老有名导演来改编 所以这个 你怎么成功转型啊 我没转型 我还该 该干什么 还干什么 还在家写小说啊 但是在这个 华丽转身 因为是他编剧啊 所以这个里边的 这个梅兰芳里边的对白 我就很注意 我觉得有的 他说的这个话呀 耐琢磨 比如说最典型的 我也双泪流啊 说什么婉华 别怕 我走了 我就流眼泪了 这是这个 但是啊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关于齐如山 这个电影里边 这个我周围好多朋友 也跟我谈 就说这个齐如山 这么写他啊 是应该是有根据的吧 这实际上 他是我们是把美党的两三个人物合在一个人物上 就是人物 因为这个剧 这个这个这个电影很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是一个创作 他不是一个完全照搬史实的 所以光是写齐如山是不行的 所以就就我们还是创作了这个人物 所以这个人物是戏剧化了的 但是一般的人就说呀 齐如山和梅兰芳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种关系 可是呢 在这个电影里边 似乎啊 也不能说丑化了 反正就感觉这个干的一些 齐如山干的一些事 让观众会对这个人有不好的印象 所以有些人就说 说这个要是齐如山的后人看了能接受吗 考虑不考虑这问题 所以啊 就不是他他我们就不能说他是齐如山 他本身也不是求齐如山 因为因为在呃呃呃这个 我们写他走火入魔 对对梅派的京剧改革的 对梅兰芳这个这个这个艺术和这个艺术现象 对吧 的那种找走火入魔的那个那个状况 好那是一个戏剧化的呃这个体现 对吧 实际上说他嗯当中有个细节 就是他去冒充梅兰芳去 实际上也是一个创作 对吧 就是对吧 那么就是说有一个人 冒充梅兰芳去卖梅兰芳的画 对吧 就是在上海有这么个事件 是当时报纸上登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人呢 是呃呃呃 拿梅兰芳的就是呃呃呃 国画 然后是呃呃 说他是呃呃 卖梅兰芳的画的 然后卖出去卖了钱呢什么的 然后警察就把他抓起来了 说他是冒充 后来梅兰芳就说那他也要吃饭嘛 就非常轻描淡写的就是 根本没跟那个人计较 就是就从这件事情上 我们也是看到梅先生这种 非常大度 非常呃呃呃嗯 非常善良的这么一个人 嗯 所以我觉得有人冒充他的话 后来就想把这样一个情节怎么用上去 其实内地因为齐鲁山后来去台湾 其实对他的这个影响肯定的是不够的 相对来说知名度 你看一般的现在很多人都不太 不那么 以他真的对文化的贡献来说 但孙宏雷又演的是非常好 所以那个人物真的跟一个历史人物 中间又真的是两回事了 人家看戏里面这个人物形象 你要不牵涉一个历史人物 这个人物又是他的性格 又是很立体的 尤其是他出了戏院 我还听到有人在争 就是说就是他讲的那个观点 就是说假如你德国占了英国 我莎士比亚还是要演下去 就是瓦格纳 就是说那我就听到有人来说 就是说这艺术还是艺术吗 就是说意思说 这个这个梅兰芳这么不演 这个是小艺 这民族艺小艺 艺术才是大艺 就是说他把这个观点带出来 就把孙宏雷这个形象 所以乍一看 也许他后面有点负面 但是你琢磨下去呢 你也不能说他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尤其如果我们今天再回过台来看 马连良 当时在满洲唱戏 那这个这个这个中间怎么来看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是个人的境界 那么齐如山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齐如山的境界是让他那样认为 他认为梅兰芳是一个神 对吧 他是一个精灵 他觉得不合理 要求一个精灵 一个一个一个为艺术 他就说你不是为寻常世界生的 那么梅兰芳呢 就梅兰芳老想就是说 我能不能做一个平常人 我你你让我做一个平常的人吧 对吧 他他他愿意和民族当中 普通意愿一样 来来保持他的民族气节 对吧 他来抗战 这就是他的抗战 他宁可把他的艺术生命 从此了断 从此牺牲 对所以就让人觉得 让梅兰芳这个人 让咱们这个感慨良多 我就觉得这样一个 就是说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 都要堪称完美的一个人 乃至于民族气节 都不能亏 是吧 听说不是有一次吗 他就跟就建国后了 坐飞机在经过台湾上空 你知道吗 当时可能飞机是出点事震动 梅兰芳就拉着他身边孩子手 跟身边人说 说这这下我就训了 你用他这个词 训国的训 你说没他心里这个东西啊 但是他又是一个那么 最新于艺术的人 你说在他心里 做人和艺术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我读了他的那个字数 然后我就觉得吧 这个这是一个 从来不会 就因为他的这种头衔和他那种 加给他的这种 这个金句之王的这么一个冠冕 他会失去他的平常心 他的ego从来没有养的那么大 就是说我们讲的那个自我的膨胀的不行 对吧 就是说叫ego centric 对吧 就用英文来说 你说这个一个金句名角 就梅兰芳在照咱的话说 也没受过什么系统教育 对吧 那么齐如山跟他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呢 他们俩就是一个编剧 一个影人 对 齐如山当然了 他从西方回去 他知道这个这个销售的这个重要 所以他对梅兰芳的宣传 他把西方的那套也拿进来了 那种宣传 还兼待待理人 对对 代理人 兼待编剧 那这个在艺术上呢 他是不是也这个 这个什么如错如磨 他是一个策划 他给这通盘的策划 梅兰芳 所以把金句从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光是听 对吧 那过去叫听戏 所以在茶馆里你可以背对着台做都可以 你就耳朵听就行了 一听听到哪好 啪一拍桌子 对吧 那梅兰芳就把他让让他变成了一个就是从形体到内心都要表现 就说你是必须要看的 就是你要所以梅兰芳的这个表现这个表演呢 是我觉得因为后那个打分嘛对吧给四大名单打分 他的分数就是最高的表演最好嗓子最好 对吧就是说这个这个就就不同了就是他把西方的那种表演内心体验给放进来了 哎呦 看来看来还是得身后有人呢 咱们去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你看像我那发行师就说呀 说这个看梅兰芳的电影 也很多人都这么讲 说是前面那截就是黎明张子怡出场之前好 说那个味正那个味足啊 但是后边一截呢 他就觉得差一些 为什么找黎明呢 为什么找黎明啊 票房的原因 也不是最开始有几个那个候选人 然后好像我记得凯哥他把黎明办好了装以后 黎明也是一个当当时也是一个 然后他就来了以后呢 我扮上了扮上了又照了相 然后凯哥说你看这是谁 我一看我说有这是谁啊 挺漂亮的啊 他说你看是不是把你惊着了吧 就是把我惊着了 就是说很漂亮 他扮相很漂亮 他扮成女装非常漂亮 可是以我这个观众的角度来 就这个戏啊 就是从他一出场以后 我就怎么也不能就是 周围的人真是好 那那个十三艳那老头 哇那演的真好 还有那另外那个叫什么 我名字叫不出来 那个另外那个男的配角 费而言 也也好 就是反正总之就是黎明的戏 就是难能可贵了 难能可贵 我也理解这个现在的文化工业 这个要投资要要找到哪些明觉 对不对 这些都是很重要 但是我是纯粹是从一个看电影的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梅兰芳平时他是一个非常寡言少语的 然后非常文雅 别人的感觉是他是一个有学者气质的 像一个学者 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我觉得黎明从外形到他的眼神 就基本上接近于有一点点就是非常无奈啊 就是被动啊 消极啊 就那种样子 就梅兰芳实际上是到越到后来越是被动 就是大家卷着他走的那个感觉 那么梅兰芳实际上真正的闪光是他上了舞台 在那个那个spa light上面 他是非常非常闪光 那个两个眼睛立刻就 因为他的眼睛是眼神专门练出来的 就那个眼神到了就是越到后期就越好 眼神怎么专门练出来 他是因为小的时候就是说他是近视眼 然后他眼睛非常的呆他的眼神 天生就是说他不是吃这个 那就是说呢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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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宗没赏饭给他吃的 属于这种孩子 然后呢 他就是养鸽子 后来他养鸽子就养到了 就是自己也就非常非常的投入 非常爱鸽子 就养鸽子就去练这个看鸽子飞 他也是无意当中就爱看鸽子 就发现自己这个非常的就是眼神就活了 这个人真是 就是他后来付出的那个美琪那场 我父亲跟我回忆过很多次 就是就我父亲当时也去看的 就是说他留胡子啊这一段 我父亲跟我讲过很多次 就是说所以他我父亲从小带我去看马连良嘛 但是一直跟我讲过这个事情 就是说马连良那个日本人那时候还唱 梅兰芳就不唱 我父亲那个时候是医院的院长 然后他就辞掉就就做私人医生了 我后来反复问 我说那时候你要是不辞掉 你继续做院长也没人会说他不好 但是他们心理上对于梅兰芳留胡子这个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确有这样一个历史气氛 有很多人觉得就应该这样 他是一个号召他这个胡子是号召 对知识分子对文化界对学生 特别还有就是劳苦大众 是梅兰芳不唱了 这是一个对对中国来说是爱 他是一个象征 所以白新勇也讲了很多次 他那很小到了上海 就听他那个付出的那一场 我觉得一个人呢 就是说能意识到自己的是个角 能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 这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一个事 特别让人佩服 可是呢 你们我也有一些朋友是明星 私下里呢 他是想不通的 你知道吗 就为什么就是说 我凭我的才艺 我凭我的工作 对吧 我有没有承认过我是公众人物 我有没有承认过我是明星 你们非要强加给我 那除了我的艺术之外 他的意思就是说 凭什么让我对别的事情 也要表现的像雷锋一样 或者像什么一样呢 对我在海滩塞塞屁股也不行吗 是啊 就是有这个 而且啊 这个电影里其实隐约提出这么一个选择 你比如说我记得像吴清源 好像也有那么一电影 因为提出一选择 比如说日本打中国 那么吴清源当时的这个在日本 吴清源也是想回国 说我的祖国现在遭受危难 我要回去 但是比如说他的围棋老师 就跟他说 那意思咱就说文章千古事 就战争的胜败是暂时的 对吧 一百年后谁知道谁当皇帝 可是呢 围棋之道 那个意思是通天彻地 你看这就看出 在某个大时代 动荡时代的时候 每个人他的这个考虑 确实是很难 我觉得这也是电影 带给我们比较有思考的 也比较有深度的一个一个思考 因为这个是没有结论的 没有结论的 当初藤野先生给鲁迅写字 小而言之为国家 大而言之为学术 对不对 这个我们从小接受 但我总觉得从这个角度看 我不知道当时史实是怎么样 但我总觉得后来日本人 对梅兰芳的这个整个这个处理 好像还是太粗暴 太概念化了一点 这个电影的效果 是当时是真是这样 没报告真这么回忆呢 还是说还是为了公众的政治正确 一定要这样拍呢 当时日本人是给了他一点麻烦 但是不是就那个把他带走了 带走了和大概挺长时间的 然后去了 然后大概还是拘了他一阵子 没有太长时间 但是那些里边的那些场景 就被他关在一个破房子啊 这些兵这么粗暴的 对这个是现在想出来的 不是啊 我今天 但是关掉你没有回忆 没有 没人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小资料 也就是说说当年从香港到上海 好像说是日本人挟持他过去的 有这么 也有这么一说 那那个人有吗 后来自杀的那个日本人 就什么很爱京剧的那里边的那个角色 那是你们创造的 那个那个自杀的那个是创造的 当时有个小军朝把他领过去 然后 这个就是咱要是挑剔的讲啊 确实咱就说这前半段后半段 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到了这个后半段啊 我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就是看出你这导演要干什么了 你知道吗 前半段呢 是觉得完全融入在这个戏味当中 你知道吗 到后半段就是哎 这段该表现梅兰芳的气节了 那上那一段该表现什么什么了 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求全责备吧 但是我觉得是是不是想要表现的东西太多 最后会弄得有刻意之嫌呢 其实第二段我自己写来还是觉得挺舒服的 就是挺 你说孟小冬那段 对 孟小冬和那个 就是他其实这里面有几个大事件 就是第一是梅兰芳陷入爱情 对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要到美国去征服美国人去 然后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孟小冬 忽然出来一个这个自称是孟小冬情人的一个男的 对吧 就在那打死了人 这结婚的时候梅兰芳已经有两个太太了 那个时候 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那妾也无所谓嘛 那这孟小冬他算妾吗 在那个时候来讲算妾的名分吗 当时是这样子的 那个秋山去游说了孟小冬的家家里人 就说那个小冬过去呢是要做大的 然后呢就孟小冬家里的人呢 也就同就很高兴了 但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在写的时候也有一个 就是这两个人你看怎么那么奇怪啊 一个是演虚声的对吧 唱虚声的人是一个非常 下来是个很很很像个女学生一样的 一个很亲历的一个女孩子很年轻 他那些照片我们都看起来就是 非常脱俗的一个女孩子 也很漂亮 所以后来嫁给杜月生了 杜月生 杜月生一直很迷恋他的 然后那么梅兰芳呢 又是这样一个美男子是吧 但是他又是唱淡绝的 所以这两个人台下呢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相反的 那么现在这样的规模就是 你想把这种一点点那种感觉写进去 你一定要给他篇幅 对对对吧 就是中国人很善于 中国文化里很善于玩这个阴阳的那个 对吧 倒凑过来 对吧 拧不过去的那个那一套是很有意思的 对吧 怎么在舞台上呢 你下面的人必是被他扮的这个形象挑逗了呢 还是被他实际上原本的这个性别挑逗了呢 对对对 这台底下为什么那么激动呢 对吧 为这两个人在台那个搭档演戏 这个爱妹啊 他奥妙无穷 对 他很有意思 这两个明星他也要学一点这个唱戏的这些东西 是吧 那也不容易 对对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导演呢 有时候也是没办法 我就记得看一个就是意大利一个 好像叫费里尼嘛 他这个自传 他就讲他的这个心情啊 他能到什么 就说他呀 他的电影啊 他不得就有一次他拒绝去电影院看 为什么 他说电影院演的那个是按照这个发行公司的要求 剪成了一小时45分钟或两个小时 他说我心中的电影是三个小时的 我就认我这个 所以我不要去看那个被迫剪短了的东西 所以你看他有时候表达和篇幅啊 确实有矛盾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就是说呀 我倒感兴趣啊 你这个梅兰芳这个人呢 他这么吸引你 你对这个人有些什么感想啊 嗯 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蛮难得的人 他是应该讲是很多地方 嗯 让我觉得我是很难做到的 他呃 首先他这个人是永远在自强不息的 咱们用一句当今的语言说 他是自强不息的 他是唱得那么好 他还不断的 因为他没有读过什么书 读过大概四五年书吧 那那么就下来就不断的要学 后来那个文言文写的也蛮好的 嗯 然后画出一笔画来 写出一笔字来 都写得很好 画得很好 那么那么他也是一个 嗯 对人的那个要求是很少的 基本上是与事无求的 对吧 嗯 那对人家他是很宽 就是很宽 对自己是很严的 嗯 那么我觉得从做人到做义 对吧 他这这这这两方面来说都是非常 我觉得他唯一不不不满意他的 我就就我就觉得他后来 嗯 好像是嗯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的这个对 呃 艺术的整个 这个 这个 京剧艺术的发展啊什么他的投入是太小了 然后很多时候去亲自清零去去去去去去慰问演出啊什么 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呃不不再是那样的一个身份了 嗯 这也变成一个符号了 他也是最重要的统战对象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像梅兰芳呢 你说他这个呃他这样一个人他这辈子啊我就总觉得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活得太累了 他到底是过得比较舒服算上这一辈子觉得平安过去了还是个什么感觉呢 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活得还是比较满足的吧嗯 嗯 虽然很累但是我我觉得他是比较满足的 我觉得他不会累 因为我们累都是因为我们在世界这个舞台上这个角色跟本身的一个冲突 嗯 他这个本身跟角色的冲突反差是最大的 他已经做到最大了一个男的在演个女的嗯 所以连这么样的都能够办下来办的最成功 其他的 熊老师意思那么拧巴的事都干了 这么拧都拧巴 转一个小转弯算什么 啊 因为他这是这这很幸福艺术人生啊最好代表这个 你看这个这个他这个锦小甚微我记得建国后说京剧改革 嗯 他发表一个什么意见 然后一辈人猜哎呦马上转叹啊就是就是那不止他一辈人 那时候一辈人老舍潮语啊那一辈文化人在那个时候都